快没人要的荒地 男子费尽心机把他争取到手 就在所有人都不解释 地里挖出来的东西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紧接上集 大力凭借写猪仙 一天就挣到了123.15926元 拿着稿费先去买了几斤后腿肉 回到家里秀秀正准备做饭了 啥日子啊今天 怎么买那么多肉肉 挣钱了呗 这是今天的稿费 123.15926元 就写了那几页字就能挣这么多啊 你可别小看这几页字 他以后给咱家带来的收益 远远不止这些 大力相信 就凭诸仙问世之后的影响力 即使是放在当下这个年代 也能掀起不小的浪花 这边正和秀秀畅想美好未来呢 徐小坤就跟只羊驼似的 伸着头往里看 立哥 姓坤的 你不会敲门是吧 进来能不能打声招呼 我 我姓徐啊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能不能敲门 门缝比猪八戒的肚子都大 有啥好敲的吗 徐小坤撅着嘴 说完还是伸手在门上敲了两下 找我啥事 刘威子大队来了很多的 魏苏旗让你赶紧过去 两人赶紧到队部 刚到门口就听到魏国民气势高昂的声音 你给我讲革命情义 断我们水的时候不讲情义 打我们人的时候不讲情义 现在来要人了 跟我讲情义 你们的情义来得快 去的也够快的呀 老魏 这件事情里面 咱们确实有误会 当初你们生产队的人挨打 那是双方情绪不稳定 现场都上透了才发生的 至于断水的事情 那更是误会 他们几个就是想着疏通一下河道 没想到一失误就给堵上了 魏国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刘长顺 你看你说那话 你不会把我当成两岁半的小孩了吧 当时不是挺狂的吧 不是你说的爱放不放吗 怎么现在急着跑过来要人了 也难怪现在刘长顺第三下四的 本来想着关不了一天就得放人 谁知道这都两天半了还没有放人的消息 现在正赶着农忙的时候 大力他们一下子俘虏了几个壮劳力不说 人家家里也不能愿意啊 这整天也没心情浓忙了 公分可以不要 可孩子得要回来啊 老魏得饶人处且饶人 咱们上下游的关系 何必搞得这么僵呢 放不放人 我说了真不算 你们打伤的是徐叔家的小儿子 抓住你们人的 也是徐叔的子侄 放不放人 你自己问他们吧 正好他们都来了 坑坑 小力 刚才你们不在 我也和你们队长 还有老徐叔都说过了 这次的事情纯属意外 咱们高抬贵手 先把人放了行不行 大力贴了眼卫国民 这件事不管是要大事化小 还是小事化大 最重要的还是看卫国民的态度 他毕竟是生产队队长 见大力看向自己 卫国民心里很是欣慰 立即给了大力一个OK的手势 一旁刘长顺眼角直跳 你们把不把我当人了 背着我点成不成 我们也不饿人 你们断水打人 影响我们大队生产 这地理的粮食说不定就要减产 你们得先赔偿三百斤粮食 三百斤 你们怎么不去抢 那要不能谈 就不谈 你们的人留在我们这继续干活呗 刘长顺一愣 几个壮劳力 哪怕被扣一个星期 耽误的农活产粮也不止三百斤了 成 三百 就三百 好 第二条 你们生产队得写个保证书 五年内 不允许再做毒水的事情 刘长顺这次没有犹豫 五年不毒水源的保证书 这个不是大事 第三条 怎么还有 最后一条了 你说 俺们徐坤子生产队 跟你们刘维子生产队交接的地方 有筷子荒地 一直不清不楚的 我们大队要这块地 那块地我知道 烂糟糟的 当年开荒的时候都开不出来 你们要那块地干什么 我们准备在那间的打鼓场 在狗尾挖建打鼓场 那块地原本是个烂找吃 后来干透了 但也是一脚下去悉泥过腰 你们吃饱了撑的吧 虽然迷惑大力要那块坡地干啥 但卫国民依旧指高气昂 要狗尾挖那块地 是给你们留面的 实在不行 粮食我们也不要了 你们回去吧 刘长顺神色沉重 狗尾挖那块地 本身就有争议 两个生产队都说是自己的 可实际上 那地方谁也不用 都是淤泥 连准备开荒的可能都没有 不然也不会一直没人抢着药了 撑 狗尾挖可以给你们 但今天必须放人 没问题 签了保证书的 确定狗尾挖的事情 人我们立即就放 好 这就签 刘长顺神真不想耽误 正是农忙的时候 这耽误一天 耽误多少活 等刘长顺离开后 对国民等人喜笑颜开 粮食是小 狗尾挖那块地更不算什么 主要是解气啊 大力 狗尾挖那块地 你要来准备干什么 不会真建打鼓场吧 那可吃力不讨好啊 哪能啊 在那地方建打鼓场 怕不是脑子进水了 那你专门要这块地干嘛 不是真是为了 给刘长顺一个台阶下吧 魏书记 我想问一下 咱们前半年分粮食 一家能分多少 你这话问的 谁家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周边几个公社 其实跟咱们大队一样的是大多数 只有少数几个大队 有油房 豆腐房等等 过得最好的也就是前江大队了 有几个砖摇 靠这些挣点钱才过得好点 我也琢磨过 咱们大队能不能搞点赋业 也不求多挣钱 一年到头下来 一家能分个十几二十的 那就很不错了 众人都忍不住点头 有好日子谁不想过 哪怕平时苦点累点也愿意 这年头谁家能怕吃苦啊 魏书记 我要这狗尾娃 魏的就是给咱们大队找点生财的法子 要是搞成啊 以后每年分账 别说十块二十 一百两百也是呱呱叫 一听这话 众人都大吃一惊 一百两百的 大部分人家这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大力 你要是有啥办法 就直说 别搞得神神秘秘的 老徐说 这事还真就得神秘一回 我想请几位跟我去一趟狗尾娃 到时候 大家就都明白了 大力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咱们就去看看 俗话说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嘛 魏书记都发话了 众人自然也不好搏这个面子 纷纷起身朝着狗尾娃而去 狗尾娃占地 大概十几亩的样子 地方绝对不算小了 可这十几亩地的范围内 淤泥变地 还散发着臭味 除非动员整个公社来弄 光靠徐坤子生产队 或者刘维子生产队 都很难彻底清出来 这么大块地 浪费了 大力你该不会是有啥好办法 能把淤泥清了 让你找遍良田吧 没有 想清淤泥 只能下蛮力 没有捷径可走 那我就不知道这里还有啥了 确定不过挖错了 你再重新挖吗 总能挖对的 徐小坤一脸欲哭无泪 拿着铁锹开始挖了起来 大概挖了十几分钟 就有一个不小的坑了 利哥 这啥也没有啊 你想的我挖啥啊 接着啊 应该快了 众人面面相许 不明白大力这是挖什么 难不成这狗尾娃下面真有财宝 又坑吃坑吃挖了一回 大概又下去一米多的时候 大力瞬间来了精神 天 把铁锹拿给我看看 利哥 你看铁锹干什么 各位 你们看看这个是什么 魏国民几人连忙凑过来 可铁锹上明明什么都没有 老四 除非你让我们看的是泥 不然我真什么都没看到 魏书记说的没错 我让你们看的 就是铁锹上的泥 老徐叔双眼微微一瞇 立即伸手把铁锹上的泥 抹到手上看了一下 而后眼中露出一丝震惊 什么 竟然是这东西